我們現在就在Everton Park 這個公園中文叫愛華頓公園 是來利物浦市中心 駕駛大約10分鐘 這裡環境都頗舒服 還有很多給小朋友玩的設施 現在是星期二 小朋友還未放學 我相信更晚這個公園 應該會有很多小朋友過來 英國的小朋友放學後 通常都很喜歡去公園玩 而他們在公園最喜歡玩什麼呢 就是玩山坡 他們會很喜歡在山坡上滑下來 而這個愛華頓公園 都有幾個這樣的山坡 可以給小朋友 LIKE NOS 愛華頓公園都不小 那另外有一邊有一個Nature Garden 在公園裡面 都有一間很大的滑板練習場 這個練習場應該都可以 給一些滑板放小訟 做到不同花式 另外呢 在滑板場的後面 都有個籃球場 這邊又有另一個給小朋友玩的遊樂場 這個鞦韆很窩心 是給雙殘的小朋友可以連輪椅坐上去 外華頓公園其實也很大 而且有點分散 在公園範圍也會有排屋 除了排屋,這裡也有一些Bungalow House 而這裡的旁邊也有一間Semi Detached 門口的花很漂亮 在Evazen Park另一種很棒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比較高 所以它可以負陷整個禮物浦市中心的面貌 遠處那一邊 鏡頭可能未必認得很清楚 現場望對面那邊的小屋是很漂亮 都是一些紅磚頂的屋 距離離物浦市中心大約15分鐘車程 有這個Liverpool Shopping Park 這個Shopping Park有點像我們平時的Retail Park 但它會比Retail Park更加大 商店也非常多 而且比平時的Retail Park 會多很多餐廳 一般Retail Park 最多都是快餐店 但這裡除了快餐店之外 還有餐廳 在這裡就有麥當勞 然後轉過來這邊 就有餐廳 一間餐廳就是吃薄餅的 可以給大家看看 然後另一間就是吃麥西哥菜的 環境也不錯 在餐廳旁邊也有快餐店的Subway 有O2和Grex賣麵包 在餐廳旁邊也有很大的停車場 讓大家泊車慢慢走 平時一般的Retail Park 一般的零售店都是比較小的 而這個Shopping Park 就會有一些較大的服裝品牌 例如H&M Nex TK Max 這個Shopping Park 除了雙店多 還有一個 電車用的充電位 這個Shopping Park 其實在2017年才建立 所以看來也很新鮮 一些Retail Park 常見的店 例如Past at Home Wilco 這裡也是有的 在餐廳